新媒体艺术家周冬燕在台北艺术村推出了创作个展叫做《站立练习》 透过各种科技产品呈现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状态 展览也呈现他十多年来多次暂时离开台湾到日本跟巴黎的住村作品 周冬燕说每个人都需要暂时离开现状去外头呼吸一下 起床泡咖啡日常的一天视线似乎离不开一个接一个的电子荧幕 其实我觉得在用科技产品的时候某个程度是把自己跟世界 甚至是把自己跟自己关掉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在使用手机或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 对自己来讲都是一个站立或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站立 《片刻站里》是新媒体艺术家周冬燕的最新作品 邀请剧场演员王靖敦和梁允瑞演出 两人穿梭在观众之间不直接对话 而是用手机上网沟通 现场直接和民众互加好友 共同感受脱离现实的虚拟生活 但在这个地方他就在你的前面 可是我们又不能够意会地就是看着他说走开 因为我们不能够讲话这样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偶尔想要离开现状去呼吸一下 可以想得更多或更深这样子 对 会去做 可以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周冬燕两次在国外的住村让他体验一个人的创作 比方说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可能都是拍别人 做很多企划 很多想法 跟文本工作 可是我在法国或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是拍我自己 最大量的时间都在跟自己相处 不论是泡一杯咖啡 煮一个晚餐或什么的 就是有很多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然后我觉得自我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可以好好的静下来看一看这样子 不同时期的影像作品像是一面镜子 让周冬燕能重新看看自己 他说面对工作生活 不只是艺术创作者需要站立 去放空充电 而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需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周冬燕能 周冬燕能 diy 怎么样